下一個立體,我只有立體沒有練習 因為這種題目不多 就是有內電阻 我們導線都當做沒電阻 可是有的時候那個電池跟你說 我的電池有內電阻 然後就請你算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一個有內電阻的電池 你可以把它想成 是一個沒有電阻的電池 串聯一個電阻 然後去跟別的東西接在一塊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樣 一個沒有電阻的電池 串聯一個電阻跟別人接在一塊 他開始問一些問題 好,請問你燈泡消耗功率多少 你有知道燈泡電流是1安培 你有知道燈泡電阻是0.5歐姆 所以有電流有歐姆要求功率 所以我們愛平方乘亞 愛平方乘亞 愛平方乘亞 愛平區 酸酸0.5瓦 燈泡消耗0.5瓦 然後你電池提供多少 有電池的1.5伏特 有空過的電流也是1安培 所以公式呢 就是P等於IV 所以1.5瓦 不是應該是總提供等於總消耗嗎 你提供1.5瓦 怎麼會只消耗0.5瓦呢 因為有人被自己消耗掉了 被自己消耗掉了 那消耗了多少 就可以算出來 然後可以算他的電池多少 那你的方法要很多種 你可以幫他想成說 那我要多少跟0.5瓦母串聯 會1.5伏特的時候 會有1安培 你也可以算說 那我現在消耗了多少功率 然後有多少電流 那會應該有多少電阻 都可以 方法很多種 看你要怎麼想都可以 然後我們說 我提供1.5 直到0.5 表示1.1瓦被消耗掉了 所以 然後呢 都是1安培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用這個 我是用功率去算的 我是用功率去算的 好 所以呢 算出來就是1Ω 算就是1Ω 所以那個電池的內電阻有1Ω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它想成 多少Ω跟0.5瓦串聯 然後去要電流 必須要是1安培 也可以算出來 都可以 這就是立體18 那我沒有練習 因為這種題目不多 我們就給各位講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問一個學測考過的問題 兩個電器 電阻小功率大 還是電阻大功率大 電阻小功率大 還是電阻大功率大 兩個電器 剛才是男生站起來女生站起來 剛才最後一站起來是男生女生 女生 那現在換一個帥哥男 帥哥男 帥哥男 剛剛是張老師耶 帥哥男 要男生找不到男生 要女生找不到女生 真是奇怪 你要找男生啊 對啊找不到 2 1 不見了沒有這個人了 3 5 好 電阻小功率大 3 5 電阻小功率大 很好請坐 你不管告訴我哪個答案都是錯的 你說電阻大功率大是錯的 你說電阻小功率大也是錯的 要看你怎麼臉 那我算多了 如果我是串聯 串聯的時候大家電流都一樣 公式P等於I平方乘以R 所以就表示電阻大的功率就會比較大 我們在練習23的時候 4歐姆功率是1瓦 2歐姆功率0.5瓦 電阻大的功率比較大 但是假如我是並聯 並聯的話是電壓一樣 V平方乘以R 所以電壓一樣V平方乘以R 所以R要越小功率就會越大 所以電阻小功率大 家用電力怎麼連 家用電力是必連對不對 所以有個100瓦 一個60瓦 誰的電阻比較大 60瓦的電阻比較大 所以他功率會比較小 功率會比較小 好所以像我們的 624的時候我們算出來 425的2.25瓦 2歐姆的4.5瓦 就告訴你 電阻小的功率比較大 所以在你學測考過 Jack學測考過 OK 所以不是電阻大功率大 也不是電阻小功率大 要看他是怎麼連在一塊 看連方式是有關係的 好 看他是定年還是算年 結果是不同的 OK嗎 OK OK 沒問題 很好 謝謝科長練習 謝謝科長練習